回来关心柯文哲最近的状况真的是雪上加霜 不止在金华城岸而已 他的爸爸并未送进到家户病房当中 好我们就来看到台中市府顾问蔡碧如就说了 看到这张照片是柯文哲 他是上靠来到台大来探视他生病的爸爸 蔡碧如就说因为柯爸最近急性心肌梗塞放了支架 一两天在家户病房观察 所以有朋友就把柯爸爸的病例带进去给柯文哲看了 律师申请之后最后在当天的晚上 也就是18号的深夜有见到柯文哲的爸爸 而被问到说呢柯文哲会不会很担心 见不到爸爸的最后一面 但是蔡碧如就说面对他爸爸现在的病情并不清楚 所以无法回答 不过看到现在的状况来推断 专业的医师北市联谊阳明院区的胸腔内科 主治医师苏一峰 他就说他感觉柯文哲如果要见到他爸爸最后一面 的确会有困难 但是也有方法 像是说医疗很发达 硬要插管的话可以撑一阵子 不过呢就要看家属要等谁来见最后一面 不过因为这个柯爸除了有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之外 也是一名癌末的病患哦 所以做插管的急救当中这也会让患者是非常的痛苦 而相当心疼柯文哲的包括了民众党的市议员李国璋 他就说其实柯爸并不知道这个柯文哲被关押在土城看守所这边 而柯文哲其实在看守所里头也根本就不知道 爸爸人就病危送进了家户病房 病情也是不了解的 那么至于这两个人居然是被司法搞到了骨肉分裂 所以他非常的心疼 而记者就也询问到了柯妈妈想关心他的状况 因为儿子被关押在看守所内 那么他的丈夫又病危送进了家户病房 所以问他状况好不好 柯妈妈就气不成声 也说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所以要大家不要再问了 现在清科人士也说 柯妈妈目前的状况曝光 说除了柯爸之外 其实柯妈妈承受很多的压力 还有包括了儿子 因为看到媒体不断的爆料 舆论上面不公 顾全大局又不能乱说话 反驳压力只能往肚子里头吞了 还说现在减掉侦办精华成案 一直放话给特定的媒体不断的每周一爆料 这让柯妈妈都受到好大的舆论压力 而且呢他也质疑说到底哪个案子 居然会略过司法用这样舆论办案的方式呢 而我们刚刚提到了蔡壁如说 其实柯文哲18号的深夜介护探病 而且强调有朋友把柯爸的病例带进去给他看 不过现在这个说法是被陈志涵打脸 他说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柯爸的病情是在上个星期二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 那送到加护病房之后呢也有去想到要不要来依法提起一些申请 让柯文哲主席能够依法进行探视 因为柯主席他过去在台大医院的时候 就是对于重症 急重症 像是心肌梗塞还有研发出来的一些并发症 他是专门的 所以其实家属的方面除了在这个人道的考量之外呢 也希望说是不是能够让柯主席 也就是儿子能够尽一份心力 所以在星期五的时候才去申请了相关的文件送进去 送进去之后呢 在这个背锁这边也非常迅速的来进行处理 所以是当天星期五的时候申请 当天星期五的晚上的时候就到医院来进行这个探视 主席是这个积压禁件 所以积压禁件期间是不能够通信通讯的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朋友带着病例进去 给柯文哲主席来看这样子的状况 这个是违法的行为 所以呢这样子的说法我们一定要严正的来澄清 那另外就是说有说这个时间太晚了 没有办法去陪同 这个部分也有一些混淆了 因为时间点正如所说的 是在星期五的傍晚的时候 那连家属都没有被通知 所以其他的人更不可能可以进去探视 所以以上有几个明显的 可能对家属来说会是一个蛮困扰的地方 他们也希望由我来带为澄清 柯文哲案对于家属来说非常沉重 但是另外一方面对检方来说压力也很大 尤其您看到刚刚柯爸爸是并为送进了家户病房 而在台湾人的人情习俗上面当然很同情 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就认为说 尤其现在柯文哲的积压期限11月初即将就要到期了 如果检方到时候要严压 必须要提出非常非常充分 而且可以说服民众的理由 否则可能会引起另外一个政治的效应 不管检方会怎么发展呢 他最好的做法就是在柯文哲两个月积压期到的时候 他赶快把他起诉 赶快把他整理 就像郑文燦这样的案子 然后他不要再把他继续积压 让他可以出来包含处理民众党的事务 以及面对司法法院的一审 这个我觉得是让整个司法回归到比较正常的情况 那他的政治冲击会最小的一个做法 那当然检方能不能采取这个做法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办案进度 他到底手上掌握的东西 他觉得他的期间够不够 只是说在这里分析跟提醒的是 柯文哲如果要一旦严压 在他爸爸又病危的这个整个台湾人情社会会相当同情的一个情况下 检方一定要有非常好的理由跟提出能够说服大家的方式才能够把他严压 否则的话他可能会引发很大的政治效应跟后果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ES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